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呢,就是我在码头上买的这个这个鼻管鱼,还有这个八带烧 反正就是捧了鱼鸣给捧了一捧,这个一大捧吧,反正是有两斤,两斤多一点 二十块钱一斤 二十块钱一斤呢,也算很便宜的了 因为我们稍早一点去的那个海货市场里面撞了一圈 海货市场里面这个鼻管鱼要价30 然后这个小八带烧也差不多这个价格 反正说抱着一个捡弄便宜的话,其实跟市场价格差不多 就是一个新鲜度比较高,你看它的鱼的眼睛透亮 就是太便宜那几乎是不大可能 以前这个鼻管鱼都五六块钱一斤,现在二十都是算便宜的了 可以买一些那个豆腐或者铜号一块做 码头上想买海鲜的话就是早去一些多比较 还有一些那种小的皮皮虾也很便宜,皮皮虾15两斤 铜号动鼻管 我们已经把它洗干净了,看看这种新鲜的鼻管啊 晶莹透亮的,非常的好看啊,鲜艳 那我们今天网站就要把它给收拾出来 这叫铜号动鼻管 不知道好不好吃,我们是外地人啊,不太会做这个 这个八带烧我听朋友说它那个头不容易熟 所以我先给它,用锅先给它煮一下 先把它的头给煮一下 好了,我们现在开始做了啊 就是少了点菜啊 马上就得,这个海鲜不用煮时间太长 就可以开吃了 这个鼻管大,要是小的话一炒就没了 好了,开锅了 这个我们一共买了46块钱的 这差不多用了一半的食材 还剩了一半 感觉这个分量还是挺足的啊 你在外面花20块钱 根本就吃不上这么大的鼻管 还有这个八带烧啊 非常鲜美,看着让人非常的有食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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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